Hello,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IOS的手势识别课程 那在之前我们已经讲解了关于我们IOS触控事件的机制 以及我们了解了两个常用的手势识别器 一个是Tap,一个是Pinch,对不对 Tap是用来点击的,而Pinch是用来拉伸和缩放的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那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Rotation旋转手势识别器 OK,我们建一个项目 Rotation gesture 同样的我们放一个Uiview 设置一下它的属性 给它一个绿色,然后不要让它那么大 稍微小一点 OK,然后做一个自动布局 水平居中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当然要找到旋转的手势识别器Rotation Rotation Register 那么我们按同理的方式 那代码怎么去写我就不说了 我们就用Storyboard操作好了 反正两个方式都是一样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 好,我就给它建立关联 建立了关联之后呢 当然这里就出现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些属性 一个叫Rotation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它的旋转角度 对不对 我们把它放在这儿 而这个事件 就这个方法 它就是用来去识别我们的这样一个旋转角度的 那么其他的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方法 那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去旋转它的时候 记录它的角度就行了 对不对 OK,那按照这种方式的话 那我们就来处理一下事件 当接收到这样一个旋转 就是两个点在触控的时候 它的旋转角度的时候呢 我们就让当前的这个仕途跟着一起旋转 OK 好,那我们先同样的我们来建立一下Action 建立一下Action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Rotation Done吧 识别了了 同时呢 为了方便操作它 我们也给它一个Outlet 叫什么呢 叫我们的Green 绿色是图 GreenView 好,我们这样子 然后还是直接看代码吧 这样容易看清楚一点 那这就是我们旋转的事件接收之后的这样一个处理函数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头我们要实现的是什么呢 旋转GreenView 那么在这里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个新的知识 就什么知识呢 关于我们仕途的基本动画 我们每个视图它实际上都会有一些动画的这样一个属性 都会有它的一个动画 比方说就拿我们这个GreenView来说 我们看一下它这有一个叫Transform Transform这样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的话它是什么类型呢 是CG AffineTransform 就是CG的一个动画的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我们来试试看一下 我让它是CG AffineTransform 大家可以看 它就可以有一个位移看到没有 Make什么什么 Make什么什么 那除了这个Make 其实我们还会有一大堆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旋转呢 这个是缩放啊 对吧 这个是传输 对吧 就移动 也就是位移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用这个MakeRotation 就可以来控制它的旋转 而这个Angle 就是它的一个旋转角度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得到谁呢 我直接调用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角度 我从哪里得到呢 当然是从我们的识别器识别出来的 刚刚还记不记得有一个Rotation 对不对 Cender.Rotation 这不就行了吗 好 我们来证实一下 就这么一句简单的代码 是否起到了它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再来解读一下 它的Transform 就是它的动画的对象 是让它什么呢 进行旋转这样一个动画 而它是旋转角度是多少呢 是从我们的识别器里面读出来的 这个属性叫Rotation OK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OK 稍微大了点 我们来处理一下 这样居中 然后把它缩小一点 这样子它同样是居中 但是却让我们看起来更舒服一些 好 然后我们在用它的时候 我们来旋转 不要忘了我们模拟器怎么样 模拟多点呢 就是大家想象一下 你在手机屏幕上你在旋转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是得用两个手指头啊 得用两个手指头才能把它旋转了 对吧 也就是说是两个手指头 也就是说是两个手指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也要模拟一下模拟器上面的多点出控 因此我们按着Option键 你看就出来了 但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样旋转似乎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两个点没有全部都在我们的当前绿色视图里面 所以我们想办法让它都在我们的绿色视图的里边 我们现在来旋转 好 鼠标按下去 然后转动 大家看 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想要的旋转 还可以顺时针旋转 那么如果顺时针旋转的话 我们的Rotation这样一个属性它会变成正直 如果是逆时针旋转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负直 就给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关于这一课其实就这么简单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还有其他更多的可以你自己去尝试一下